对呀,明天我们还会再带来的。 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呢? 阿姨,我们正在喂食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呢。 他们很多都是被主人丢弃的,有的时候都吃不饱,所以我们就想尽自己的能力给他们送一些食物来。 哇,你们真的了不起,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爱心。 这没什么,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而已。 对呀,看到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开心的吃饭,我们看了心里也很高兴呢。 嗯,我也是个喜欢动物的人,非常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对了,前面不远处有一家宠物店,那是我开的。 如果你们发现有生病的流浪动物,就送到我那里吧,我会免费为他们医治的。 真的吗?那我们先在这里,跟阿姨说声谢谢了。 对呀,阿姨,真的非常谢谢您。 这一天,阿诚和小珍又来桥下喂食流浪猫、流浪狗,但他们一走来却发现,在桥下聚集了一些人。 咦,发生了什么事吗?那里怎么围了一些人? 是啊,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咦,是一只哈士奇,它是怎么了? 不知道,它看起来情况很不好,不知道是生病了,还是吃到了什么东西。 是啊,也不知道它的主人跑到哪里去了。 我想,有可能是它自己跑出来,然后迷路的。 嗯,它的主人现在一定也很着急地在找它吧。 可怜的狗狗,你是不是口渴了?我这里有水。 哎呀,你们看,它这是怎么了? 这只哈士奇的状况非常不好,它应该是生病了,要赶快送它去动物医院才行。 可是,它的主人还没来呢? 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先带它去治疗,然后再找它的主人吧。 是啊,再吞下去的话,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的。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这时的小镇,突然想起,那位在附近开宠物店的阿姨,于是就跟阿诚和大家一起,把哈士奇带去了宠物店救治。 阿姨,它是怎么样了? 血液化验的结果显示它中毒了。 啊,中毒?怎么会这样啊? 我想,它应该是误食了老鼠药,或是别的有毒物质吧。 那怎么办呀?阿姨,它不会有事吧? 我先帮它打一针解毒剂吧,希望能对它的症状有所缓解。 放心,你不会有事的。 打完针,你就会好起来的。 这只哈士奇打了解毒剂后,看起来精神好了许多。 不过,它一有了体力,就想站起来走出宠物店。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现在,你需要留在这里观察几天,我不知道解毒剂是不是真的能完全解掉你体内的毒。 它为什么这么想要离开呢? 是啊,它现在的状况根本没办法好好地走路。 我想,它一定是想出去找它的主人吧。 阿姨,那麻烦您这几天照顾它,我们去帮它找主人。 嗯。 你有没有听到,它们会帮你找到主人的,你现在就乖乖地留在这里好吗? 就这样,阿诚和小珍请自己的同学们帮忙,拿着哈士奇的照片到处寻找它的主人。 然而,一天过去了,它们却毫无收获。 怎么样,有找到吗? 我们找了整整整一天了,就是没有找到。 阿姨,它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打了解毒剂后,是不是有比较好? 唉,情况很不乐观。 解毒剂似乎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它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地吃喝。 我正给它打点滴呢,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它中毒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只能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了。 可怜的狗狗,它一直在等它的主人来,从你们离开后,它就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只要有人走进来,它就会用尽力气地站起来,但发现不是它的主人,又马上无力地躺下。 它是真的很想念它的主人呢。 我能够感觉到,它对主人那份深深的感情。 狗狗,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主人的。 第二天,阿诚和小珍再一次和同学们到街上寻找哈士奇的主人。 然而,哈士奇的状况越来越糟。 天啊,它开始大雪变了,这下不好了。 狗狗,你感觉怎么样? 怎么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呢? 你要加油啊! 怎么样,还是没找到吗? 没有,不过我们已经透过网路开始寻找了。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张贴了启示,我想很快就能找到它的主人了。 狗狗,你听到没有,就快要找到你主人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看,它一直在强撑着身体的不是,看得我好心疼。 阿姨,它现在的状况还好吗? 非常不好,它刚刚大了雪变,我想它撑不了多久了。 两天后,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的哈士奇,已经呈现奄奄一息的状态。 但是,它的眼睛却一直看着宠物店的门口,非常期待着主人的出现。 阿姨,我们找到它的主人了。 哈仔,我的哈仔,我终于找到你了。 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在即将面临生命的尽头,也想要在和尚眼睛的前一刻,看见自己最重要的亲人,陪伴在自己的身边,直到生命圆满。 不嫌路遥远,只为看恩人。 在巴西里约热内鲁旁的小岛,住着一位叫雅道夫的老人,每一天,他都会到海边散步看海。 你们快过来看啊,这里有小螃蟹。 真的耶,我们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小螃蟹,不要跑,我抓到他了。 孩子,放了他吧。 雅道夫爷爷,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他,为什么要放掉呢? 这只小螃蟹,跟你们一样,还是个小孩,你们要是把他抓走了,他的父母会有多担心啊。 雅道夫爷爷,螃蟹也会担心难过吗? 当然啊,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有亲情、友情、感情的。 嗯,雅道夫爷爷,就听你的话,我现在就把他放回大海。 哈哈哈哈,你们看,他能回家有多高兴啊。 对啊。 好心的雅道夫,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各种动物。 这些小动物在他眼里就像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他突然在礁石上,发现了一只全身沾满石油的企鹅。 咦?礁石上是什么东西? 天呐,可怜的小企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小企鹅,你要去哪里啊? 你现在全身都是石油呢? 看来又是外露的石油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哎,小企鹅,你别害怕,我会帮你清除掉身上的石油。 等你一变得干净了,我就会送你回大海的。 亚道夫,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只可怜的小企鹅。 它身上沾满了石油,我想帮它清理。 看来它又是石油外露的受害者。 哎,每年因为石油外露,不知道有多少生物因此而丧命啊。 是啊,这些石油把动物的皮肤厚厚地包起来, 害得它们无法正常生活,因而死掉。 有一些海鸟也因为石油粘粘在羽毛上, 而无法飞行掉入海里淹死呢。 就是啊,大量的鱼类也因此而丧命, 还会影响动物的繁殖。 但是,那些外露的石油真的对环境和动物们的破坏实在太大了。 嗯,这只小企鹅如果没有被我发现, 它很可能就会死在海滩上了。 鸭道夫,那你打算怎么帮它呀? 我会先把它身上的石油清洗掉, 看它的样子并没有外伤。 我想,只要慢慢清理掉它羽毛上的石油, 它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可是,可是要清理羽毛上的石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它的。 就这样,鸭道夫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终于把这只小企鹅羽毛上的石油清理干净。 之后,它精心喂养着这只小企鹅, 并帮它取名叫迪西。 鸭道夫爷爷,这就是您救回来的那只小企鹅吗? 嗯,是啊,我还帮它取了个名字,叫迪西。 哇,鸭道夫爷爷,你好厉害哦! 居然养一只企鹅当宠物耶! 啊,不,迪西它不是我的宠物,它属于大海。 今天,我把它带来海边,就是想放它回到大海。 放回大海? 鸭道夫爷爷,你照顾它那么久,怎么舍得把它放走呢? 对呀,鸭道夫爷爷,难道你是怕迪西的父母担心它呀? 是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迪西它是一只企鹅,它的家在大海。 虽然我很舍不得,但是为了它的幸福,我必须把它送回家才行。 去吧,迪西,你该回家了。 要是你以后想念我,可以回来这里看看我哦。 鸭道夫爷爷,您说迪西它以后还会回来吗? 我想不会的,因为企鹅生活的地方离我们这里很远,它怎么可能由那么远回来这里呢? 这么说,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迪西了。 嗯,是的。 但我会很想念它的。 我想它也会想念我的,只要它能快乐地生活着就好了。 小企鹅迪西离开后,亚道夫经常想起这只可爱的小家伙。 它一直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迪西了。 却在几个月后,迪西居然游回到这片海滩。 亚道夫爷爷,您在想迪西吗? 是啊,迪西他离开我有好几个月了,不知道这段时间他过得怎么样了呢。 亚道夫爷爷,你放心啦,迪西他那么聪明,一定是很幸福地生活着。 嗯,我想也是,不过这辈子,我想我应该再也没机会看到他了吧。 啊,咦,那是什么? 亚道夫爷爷,是一只企鹅,一定是迪西,它回来了,它回来了。 啊,迪西回来了,这怎么可能? 迪西,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 迪西,你知道我要多想你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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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好了,迪西真的游回来了。 迪西,你想跟我回家吗? 回我们的家。 好,走,走,我们回家去。 于是,在巴西的小岛上,出现了一位老人和一只小企鹅的组合。 它们几乎是不可分离的。 狄西会靠在亚道夫的膝盖上 让他帮自己洗澡 吃他喂的食物 可爱的小狄西又回来了 亚道夫 我想狄西一定是把你当成了他的家人了 我说过 任何动物都和我们人类一样 有亲情、友情和感情的 我很爱狄西 相信他对我也是一样 他不让我摸 当然 除了亚道夫 狄西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 或许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吧 每当到了繁殖的季节 狄西便会离开亚道夫 游回他的栖息地 之后他又会游回来找亚道夫先生 狄西 有了那么远很累吧 我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食物 还有装满冰块的冰桶要给你洗澡 走 走我们回家去 尽管每年的繁殖季节 狄西会离开 但是其余的时间 他都会和亚道夫先生在一起 成为了巴西这个小岛上最有名的组合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记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之号台内明治地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从瞻法义购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立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从瞻法义购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1952年 莫贝尔和平墙获奖者 德国著名医学家 史怀哲 他从小就非常善良 不忍杀生 朋友如果找他一起去钓鱼 他总是拒绝不肯的 哎 还在看书啊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不如我们一起去河边钓鱼怎么样 嗯哼哼 我不去的 鱼儿在河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我们用鱼钩去钓它们 实在太残忍了 啊 你啊 还是那个老样子 悲天灭人的 算了 那我就自己去了 我劝你也别掉了 要知道 动物也都是有生命的 我们也应该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史怀哲于1913年前往非洲 在茫荒丛林中 行医达五十余年 在非洲的第一年 史怀哲面对人类的苦难和内心的煎熬 几乎令他退却 那么多自然与人为的灾难 使整个非洲大陆几乎看不见一丝光明 这令史怀哲十分颓丧 与人类苦难的无穷无尽 和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 史怀哲常常会因为自己所能做的事 是那么少而感到沮丧 有一天下午 他心情非常沉闷 于是就到医院外面 附近空空的原野上散步 来化解心中的烦闷 整个非洲几乎看不见一丝希望 人类的痛苦真是无有止境 我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哈哈来抓我来抓我 你抓不到我的 我比猎猫猫的还怪哦 别吹牛了 给我抓住你 在夕阳穿过树叶 洒下遗体金色光影的时候 他看到两个黑人小孩 在一块玩爽 他们在阳光下跳舞 嬉戏 全人不知这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的悲苦与不幸 全人不知饥饿和痛苦 就在他们身旁 会随时吞噬他们 你看那朵白鱼 好像大狮子 嗯 你看那朵 就像一棵树 哦 原来人的心灵 在任何时候 都是可以自由和幸福的 就像这两个黑人小孩 周遭围绕着那么多不幸 他们却能在夕阳下面 尽情开怀 从那以后 这位忧心忡忡的 使怀者医生 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也因为非洲的种种经历 让他更体悟出 尊重生命的理念 生命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每天睡前 一定要为所有生物祷告 才能安心入睡 希望人们和世上所有的动物 都能平等对待 没有杀戮 没有伤害 哎 哎 早安 早安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看你神色不太高兴啊 哎 刚才看到有人 用一匹小马拉了一车满满的木头 觉得有些不忍 你说那个马夫的心实在太狠了吧 你啊 还是这样慈悲 其实那个马夫人挺不错的 也经常帮助别人 嗯 我觉得真正的爱 是要能够拥抱 并接纳所有生命 而不是 只将爱心局限于人类 嗯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嗯 来 到我屋里喝杯果汁 咱俩好好聊聊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处理呢 嗯 那我就跟别的朋友 一起分享这美味的果汁了 别的朋友 是啊 这些小蚂蚁也是我的朋友 看看小蚂蚁正吃着 这美味可口的果汁 它们可高兴了呢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别动啊 你领口上有只大蚂蚁 我帮你把它捏下来 小心啊 那可是我的蚂蚁朋友啊 嗯 啊 你这样捏它 很容易把它给捏死的 还是让我来吧 啊 你可真是有上帝一样的慈悲心肠啊 我们对这世上的一切生命 都应该保持敬畏的态度 不仅对人的生命 而是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 都应该有敬畏心的 嗯 使坏者之所以受人尊敬 是在于 他把作为人道主义的爱和悲怜 敞开给了我们周围所有的生命 他有着一颗无缘大慈 和同体大悲之心 这正是与古今中外一切圣者一样 共同的特征 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 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 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 慈悲心如果仅限于人与人之间 这是非常狭隘的 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慈悲心 包括对待动物也要有仪式同仁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记最大的风 剩最大的山 走 跟生命电视 放生去 走 跟生命电视 放生去 长老发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